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知心话 什么就想不了 什么痛忘不掉 上前走就不可能回头啊 朋友别哭 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 朋友别哭 要相信自己的路 红尘中 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 你的哭 我也有感触 没有一种爱 能让你不受伤 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知心话 什么就想不了 什么痛忘不掉 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 朋友别哭 要相信自己的路 红尘中 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 你的哭 我也有感触 朋友别哭 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 朋友别哭 我陪你求不孤独 人海中 能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 这份情 请你不要不在乎 人海中 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 这份情 请你不要不在乎 我看见八字了 好 好 88 很简单 真字 真实 没有多余的东西 选择适合歌 如果你这首歌唱得爆 我真的只给10分 很高分 五老师 非常好 而且我真的要赞下你 全世界 宇昌已有味道 味道是… 真的靠历练 人生去磨练出来的一件事 不是技巧 不是练出来的 是你真的要明白这首歌 是什么 这首歌 其实你从头唱到 我已经进去了 你带到个故事 我好像在看一部电影 你带到我进去 令到我觉得你 你叫我不要哭 我有种窩心疗愈的感觉 幸好你没有做多余的事 整个过程里面 我非常欣赏的是 你唱歌的那种淡定 因为这种态度 是决定一首歌曲的成语败 我觉得你已经很理解这首歌 那你的表演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Alex Alex 你劝人不要哭 比如说我们说话 不要哭了 这是一种语气 另一种是不要哭了 是完全两回事 所以你唱朋友别哭 朋友别哭 要有这个不要哭 这个情感不是朋友别哭 是多了的 所以你要唱得刚刚好 朋友别哭 朋友别哭 我给17分 可能为什么不给18分 或者19分 我是差一点 我去到一个 去到首歌中后段 我觉得 你们应该去互相再激励对方 去给一个小高潮我 一个小小 可能两句够了 如果我去到一个 给一些高潮我 我觉得这首歌 整个立体感会出来了 因为前面的数据太美 后面我觉得可以多一点点 台上无父子 因为上到舞台 我一定要赢对方 但你看看李佳 那么多集都是 他跟谁唱都好 当他要唱第二段的时候 他会放下自己的声音 去令人感受 而且很舒服 李佳是越唱越好 家豪也是好了 这个是… 18分是应得的 谢谢你 谢谢你